柯佳燕一起紅色洋裝 出席保養品牌活動 和樓俊碩同框 畫面超級美 不說還不知道 原來兩人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只不過今天柯佳燕現身 對於前男友王伯傑 出車禍結果是酒駕上路 柯佳燕這麼說 就是這個事情有信心 自己也提醒大家 我們在外還是要很謹慎 注意安全 所以要注意安全 簡短回應也不忘呼籲大家 不要違法 其實王伯傑和柯佳燕2008年交往 2010年分手 傳出是柯佳燕不滿 王伯傑酒後情緒失控 才提出分手 結果還鬧出 王伯傑傷害自己的事件 因此就醫 不過兩人分開之後 愛情事業各自都有歸屬 柯佳燕今天的露面高EQ回應 也提醒大家酒後不要開車